我不想会长因为我 而跟唯一的姐姐心生间隙 我 我该怎么办 你在这儿站了这么久 想什么呢 跟我走 看着我 你自从回来之后 就怪怪的 你脑子里在琢磨什么呢 难道为我选我姐 而没有选你 还在生气 对 我就是为了会长 选择清清姐 没有选择我再生气 这里不是我的家 我要回家 这里就是你家 你哪儿都不许去 这里是我的家吗 什么时候你的家 变成我的家了 我让你待在哪儿 你就要待在哪儿 你如果再有逃跑的念头 你信不信我把你绑起来 任浩鸣 你除了霸道跟危险你还会什么呀 你什么意思 还是先不要告诉会长我要离开了 我去问 我有没有个人自由 别给我提什么自由 你现在不会有 以后更不会有 你以后更不会有 你不许和除了我以外的男人说话 你哪儿都不许去 我 你哪儿都不许去 会长 阿川 去帮我给你们仁会长刀杯水 下去阿顺 下去 是会长 我刚跟阿春说了好几句话 你能把我怎么样呢 你在考验我的忍耐力吗 任会长 我拜托你不要再捉弄我了 你要什么样的女人没有啊 我的愿望很小很小 我只想安安静静 简简单单地过日子 你能不能 不能 任浩鸣 你能不能让我把话说完呀 不能 阮静天 我确实不知道你在闹什么别扬 但是我任浩鸣说个的话 我一定会做到 你阮静天这辈子 都是我任浩鸣的女人 任浩鸣 你早点休息 站住 我吃不下 坐下吃饭 我说我吃不下 我要去医院陪奶奶吃饭 过一会儿 我陪你去医院陪奶奶吃饭 我说了我不想在这里吃饭 你听不懂吗 我命令你在这儿吃饭 你没听懂吗 有吗 就不离开 你都不吃不住 你没听到说 我看你就留下来吃吧 你什么身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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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么说 我自己扫养 卿田 听说你奶奶住院了 这医药费肯定是我们家出的吧 昊明一出手 不用说 所有的东西肯定都是用最好的 你不用担心了 姐 田田的奶奶就是我奶奶 我为她做什么都是应该的 你不用再说什么了 快吃吧 昊明 你最近劳神劳力的 多吃点补补 好 奶奶 身体好一点没有啊 好得很 我现在啊 神清气爽 比在家那会儿还好呢 昊明这孩子太心疼奶奶了 说什么让我多住几天 说呀 把身体养好了 你说说 这不是乱花钱吗 奶奶 来坐 奶奶 快坐吧 奶奶 等您病好了咱们就回家住 回咱们自己家住 为什么呀 怎么了 怎么了 在昊明家住得不开心啊 跟昊明吵架了 哪有啊 奶奶 你不要想那么多 我就是想念我们三个人 在家的时候 所以才想回家 还说没有 奶奶是谁啊 你那点心思 都在脸上挂着呢 奶奶是过来人 天天哪 你这辈子遇见的每个人 都是前世修来的缘分 你跟奶奶是祖孙缘 跟你爹呢是父母缘 奶奶跟昊明啊 说不定就是夫妻缘 祖孙缘 妇女缘啊 是娘胎里带来的 恰不断 戈不断 可是这夫妻缘啊 可是这夫妻缘哪 她又脆呀 又细又薄 弄不好就会出毛病啊 所以呢 奶奶希望你和昊明 能够维护这份缘分 因为弄不好 这其中任何一个人离开 对另一个人 都是一种伤害 奶奶 如果你觉得在这其中不舒服 那你就要问一问自己 自己内心深处到底想要什么 如果最后得出的结论 你发现自己还是要维护这个缘分 那你就要对这个缘分啊 要去付出全部的信任和赤诚之心 奶奶看得出来 昊明这个孩子啊 人真的很好 尤其是对你呀 用琴很真 所以啊 奶奶不想让我的田田 这么白白地浪费了 这份很好的姻缘 六姑你还是觉得 有哪个地方不对劲儿 那你就静下心来 好好想想 看看这个让你不舒服的事儿 他这下面究竟隐藏着什么 不知道我和会长 还有没有这个缘分 会长 时间过得真快 一谎言我们也认识这么久了 我把地址名 分别写在了三张纸上 这三张纸分别放在 对我来说最有意义的地方 我们最后到底是心有灵犀 还是分道扬镳 我把选择权交给天意 我在约定的地方等你来 不许作变 不见不散